歡迎收看小老婆七七車資訊網 我是大盲星格 那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 捷蘭特2024年 最新的 長程公路車 Define 那這一次呢 我買的是 頂規版 Define的Advance SL 0 那為什麼會 買這台車呢 如果有看我頻道的朋友 大家應該會記得 我在2022年3月的時候 也在這個車行 這是40天母的高昌 那我買了一台 Define Advance Pro 1 那那個時候是 那台車是那個時候的頂規款 但是騎一騎之後呢 就會發現說 你可能試了別人的車之後發現 輪組好像不錯 好像想升級這個升級那個 因為那時候的 2022年的Define Advance Pro 1 它是屬於 二級車架 跟二級的電變等等 那所以 一看到 新款推出 是一級車架 一級電變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直接下訂 那還好 車廂非常給力 我們在第一時間 我的車就到了 而且是我的Size S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搶先開箱 那在開箱的過程中呢 那我們待會就請 就是他們店長 把這台車組起來 那細節的部分 我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大魔王 C 玩 G 開始囉 了解 我們在北海道封面 但是我們在北海道封面 所以我老婆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 買這個就是要原因 你買CT25不用原因 因為便宜就買了 這框多香啊 我就想說 有這個之後就比較有勇氣去爬武嶺了 是嗎 還是人的問題 其實不過就是覺得還是有一點點不滿足 所以想說 新舊車都是Defi 所以到時候舊車 應該真的拿著去動它 對啊反正本來就想說 就Defi就期待有緣人 所以這個 這個真的要請攝影師好好拍一下 這一塊有沒有 變色烤漆是不是 光度不同的時候顏色不一樣 我拿手機來照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 光便 是不是 跟最流行的曼巴和CLBCU一樣 像搞得好像這集三輛業配一樣 不是 但因為這顏色看到就喜歡了 人生中第二台公路車 一級車架 一級電便 然後三級的騎士 所以今天有人問我說 今年要不要去那個 垒高360 我說今年不行 因為今年要去米蘭車展 那剛好衝到嗎 因為我們11月4號開始 就是剛好這兩週 OK 那車輛組裝完呢 我們就要來做fitting 因為這種車都要先設定過 適合自己的各方面的長度對不對 嗯 而且已經騎過了一年 搞不好身體的素質有些改變了 所以我們也不會就直接抓舊車的數據 嗯 嗯 趁他去拿龍頭的時候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 這台車其實最大的不同是 整個車架設計啊 跟之前的Define很不一樣 首先當然車重我們有講過說 他從7.8到6.8 那另外是他頭管的強度增強了 就跟TCR或POPEL比較像 然後整個車架的幾何 當然就是他 我們就照Define那種比較長途的 所以他是比較軟Q的 但是因為頭管加強之後 然後我記得是 中間這個五通的部分也有在加強 所以才他的效率更好 那順應性的部分就是說 你在過坑洞或是在起伏的那種吸震力啊 他就靠這個部分 跟他的軸距來做調整 就是這個 這個管子 他是這邊有做Q型有沒有 他這邊來做吸震 所以呢 這Define他上市的一級車 是在七八年前出過 後來就再也沒有了 所以這次能夠再買到這樣的一級車 跟一級電便 我是覺得非常開心的 當然很期待說 弄好之後我可以再努力的 好好的騎車 再挑戰一些不同的比賽啦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狀態 然後能讓我的體重跟體能 可以再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好 我們待會看他要幹嘛 可能是這個長度又不太一樣 是不是 像這個部分其實就是看 每個車墊他會有自己不同的所謂的調整 就是當然根據你的騎士的身材去做這個fitting 那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對我們來說其實 不怕運動 但是怕運動的過程中受傷 因為復原的時間非常久 特別說 來我拿這個 這一個 這個 這個輪圈 想好久了 那我本來是想要買那個 CADES的50 Ultra 不過不管是哪一種呢 都比原來我之前車上那個SLR1好 所以呢 基本上到這樣已經 整車都已經配好 沒什麼需要改的 我最喜歡就是原廠改好的那一種 因為 都經過嚴密的測試 那不用想說這個零件到底 匹配性怎麼樣 或是它用起來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好 那fitting到這邊就差不多結束了 那再來我就要把車騎出去 實際上試試看說這樣的調整 到底是不是OK的 那再來我們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到底這一台 排價30.8萬的一級Define 跟我之前那台是14.8萬的 到底騎起來猜猜什麼地方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